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新主题是资料的合并 工作表的合并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有101年的工作表内容 102年103104105年的工作表内容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资料都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从上面往下排列 例如说100年的资料排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把101年的资料 这些全部的资料放在100年的最下面 然后接下来101年资料放完 再放102年一此类推 那我们会用什么方法 我们一定是先用 例如说我就先把这个民国100年的所有的这些资料呢 全选 全选 全选现在很容易哦 Ctrl加A就全选了 他只有选到有内容的部分 他不会选外面这些没有内容的部分 Ctrl加A 然后接下来呢 复制嘛 我们就做常用底下的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去做什么 贴上 好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就直接做了一个贴上 贴进去哦 贴进去哦 贴进去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什么 最下面 例如说回到最下面去再多一格 再接下来到101年了哦 然后是不是一样全选Ctrl加A 然后呢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100年 Total这边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再做那个 例如说到最下面 B&D往下 然后再往下一个 然后102年一样做全选复制 然后贴过来 103年都是 可是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 有没有可能会贴错掉啊 或者是说漏贴了哪一年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方法 本来你会做的方法 我建议你应该改成自动化 什么叫自动化 我按一个按钮 我就做完 我现在我们要先教你这件事 这叫合并工作表 合并工作表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如何去做自动合并工作表 就是我按一个按钮 我整个100年101年102年 这些合并工作表全部都合并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的资料表 这些的资料表 它左边应该都要赋予给它一个 年的代号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新增加一栏 叫做年这个栏 分别标示说这些资料是哪一年 就是当我们在做资料整理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什么 跨年的比较分析 所以一定要多增加这一栏 当做是一个区隔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就先把我的total的内容 我先关掉重开好了 首先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资料 我们里面有list 有各年的资料 这都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再接下来有一个total total这里面资料我们先清掉好了 全部都清掉 全部都清掉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这样子好了 我们等一下是以开启一个 新的工作表来做资料收集好了 来做工作表合并 例如说我们新增加一张新的工作表 取名叫做total2好了 等一下我们收集资料收集到total2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档案选项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 制定功能区 请把开发人员打勾确定 然后我们先大概先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你新增一张total2的工作表 那total2工作表再加一件事好了 我们这个理论上 理论上哦 这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这里面内容应该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原本的这个第三列里面的资料 第四第五列的资料先抠过来 抠过来 然后呢 复制 贴到这个total2里面 我们 嗯 贴的方式直接用第一种最标准的这种贴上 就是包含格式都贴着 因为等一下我的资料是不是要从 民国一百年的资料从这边开始 可是呢 我会希望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哦 做一个 叫做年 好不好 做一个年 就是说 我前面啊 我增加那个年的标示 让我可以 以一切顺利的这样子 把他 民国一百年 然后 还有 所有的资料贴在这边 好 所以 请整理这个total2这张资料表 然后 开 发人员请打开 大概就先做到这个地方 然后 回来到list这边哦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我们就赶快先来看一下哦 这个 收集资料 我们就赶快先来看一下哦 我现在因为要做 整合工作表嘛 整合工作表 因为这个整合工作表 这里面会有几张很重要工作表 是要我 整合起来 所以呢 通常整合这个工作表呢 建议不要用打字 因为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输入什么100年 然后101年 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不好 你可能会打错字 还不如说 我觉得 我们学一招 怎么样 自动截取 自动把这里面的 工作表名称全部抓出来 好 现在我就要教你这件事哦 因为到时候呢 你可能工作表的 名称 跟我的工作表名称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最好是原原本本 使用它标准的工作表名称 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 我们先 我们先去定义一个名称 定义一个 函数的名称 在公式里面 定义名称 然后 例如说在这边 我要收集所有 所有工作表的 名称 这个 只是我 要做的事情叫做 这只是看你要定什么 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 参照 参照 我要参照到是去 用 Gate的方式 Gate就是获得 获得什么呢 活业步 取得 这边有一个点 不要忘记了 取得 一个点 取得什么呢 活业步 活业步 里面的 什么东西 好 活业步里面的工作表名称 他定义的 一就是工作表名称 所以 这点可能 知道你才会这样做 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就试着去抓 这些工作表名称 所以怎么抓呢 从这边 一次要抓就多抓 一次要抓 两个以上 我们这叫做 正列 一次我现在要抓 是抓一个工作表名称 还是抓 很多个工作表名称 应该是一次要抓就抓很多个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叫做 正列的操作 正列的操作 以前你是不是 执行完毕按Enter 对不对 正列操作 就是我一次 我虽然是打出来等于 我刚刚是 输入 A L 工作 你看是不是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怎么操作 Tab 键 Tab 键哦 它是不是就上去了 接下来呢 做完了 做完如何告诉电脑我做完了 Ctrl Shift Enter 它就要把所有这里面的名称全部抓到这边 那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讲一下什么叫正列应用 正列应用 刚刚例如说我选到第一个是不是一个 两个三个它是不是排一列 正列嘛 排一个正列 然后去应用进去 我刚刚我要抓 加 Gate Workbook 1 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不是要按Enter键 按Enter就一格会有作用嘛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要很多格都要 所以那个快速键叫做Ctrl Shift加Enter 请你们 应该要把它当尝试知道 因为这是Excel的操作 不是G级的操作 可以了解吗 这应该在Excel进阶 就应该要学会的 基本操作 正列应用 正列一整列 我都要使用到 这一个相同的函式 那个函式是我刚刚定义的 好 所以 得到这个名称 得到这个名称 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地方 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然后贴直 因为这是横的嘛 我把它转成直的 转置一下 确定 然后接下来 你去看一下 这里面这几个是不是 前面都是Workbook Workbook就是活业部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您千万千万 不要一个一个去删掉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应该 常用底下用取代 取代这边也有一个小技巧要教你 寻找 寻找 寻找什么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List 前面东西全部都 取代掉 所以呢 在寻找里面直接输入 新 就是前面的部分 不管它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加一个这个中刮壶 取代为什么 全部取代 取代为什么 什么都不要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根本就不要List 扯扯 也不要什么 Total 也不要 这个Total2 我只要这几个嘛 这几个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由小排到大 然后呢 将 选举范围扩大 还是依照目前的排序 当然依照现在排序 排序 这样子做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不用你打字 反打字 有可能输入错误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教你们这一招 技巧呢 绝对 不会让你打错字 因为 我们一个字都没有打 你有没有打这些工作表的名称 刚刚所有的操作里面 就是没有 取得 那个 就是没有用打字的方式 还有一点 请各位 可能要理解 万一这里面工作表的名称 又臭又长 这个时候呢 而且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 我刚刚做这些动作啊 可能会做的人 一两分钟就做完了 可以吗 我可能就暂时请你们 从名称的定义 然后接下来呢 到 这里面 这里面 正列的应用 再来就是 这里面 做了一点点那个 Easeal的操作 请你们 能够 顺利的做完 那 如果 没办法做完 因为这是Easeal的操作 你就 直接去那边范例抠下来 好不好 来 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要把这个 一百年 一百年这个内容 放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 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要把这个 一百年 一百年这个内容 是不是总共有几个线市 22个 所以 我现在呢 把这个一百年 放到total这边 放几个 当然也是22个 你稍微知道一下 A4 做到 A25 大概知道就好了 因为这边都 下面刚刚有显示 像你的显示 选到 几个R 几个C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我们 接下来 接下来 我 还是先教你 就是说 操作步骤 因为操作步骤 跟什么 落字聚集是有关系的 以前 我怎么做这件事 用打字法 然后打了一个字 然后复制下去 以前我们一定是这样做 就是说 这边我们是要放年 然后这边我要放 那个 一百年的这些 所有的资料 那 我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放多少个 从这一格开始 一百年 一路这样放 放到 多少 这总共 三百九十个 对不起 我应该一百年 我要放三百九十个才做 不是二十二个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怎么会做 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是不是就在这边输一百年 然后呢 选到它往下复制三百九十个 以前是不是这样做 现在不要这样做 好 所以我要把那个操作步骤告诉你 操作步骤是这样子的 这边这一格 现在游标在这一格嘛 然后呢 去做什么 复制 去直接做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total二 选三百九十格 三百九十格 放开 直接做贴上 然后还没结束哦 接下来游标要 直接 你看 现在这一格重不重要 很重要 直接移到右边一格就好了 然后 回去list这边 我要直接再继续做一件事 滑鼠右键 超连结 我是不是要定义超连结 然后连结到这份文件中的位置 一百年 然后点选 确定 然后开启超连结 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哦 游标 因为 所有的工作表预设的其实位置都在A1嘛 所以你要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 再往下移动 总共往下移四格 然后去做什么 shift 键按住 end 往下移动 这就是选到这一 从A1是那个 整个往下移动 选到下面全部 再来shift 键按住 end 往右选 是不是就选到这所有的内容了 民国一百年所有低收入户的所有的资料 去做什么 复制 去做什么动作 复制 然后去做什么 这边 切换到另外一张工作表 直接做 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贴上完毕之后一百年是不是就做完了 回到 左边一格 因为现在游标在这边 现在游标在B4 然后往左移动一格 是不是要end往下 end往下就到 整蓝的最下面 再往下一格 最后一件事 点回去这个list 往下移动一格 就是这整个的顺序大概了解 这整个的操作顺序 我现在没有录制 我只是告诉你说 整个的顺序 可以了解 而且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截取方式 还是整张 资料表内容的截取 对不对 我下一招当时要教你我部分资料怎么截取 我还是再把那个整个操作步骤 再从头到尾 演示一遍给你看 我只是说 先不录制 先把那个操作顺序告诉你而已 因为这一段开始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又没有把那个年 的资料做好 有吗 我有把那个整个工作表内容做好 好 那我再重新做一次 我再重新做一次 原本100年是不是游标在这个地方 然后list是在这边 操作步骤是这样子 请你再注意听一次 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 现在所在这个游标位置 等一下录制的时候 一定要用你相对位置录制 一定要用这个相对位置录制 第一件事情 我选到那个这一格 游标现在本来就在这一格 直接进行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点 total2这张工作表切换工作表 直接去选 一定要选 因为我用相对位置 这时候记录我选390格 看得出来我现在选到多少格吗 是不是有显示293R 这个就代表我选我选到293列 一栏 就是293格 可是我要390格 所以选到390 放开 接下来就直接做贴上 全部都是100年 接下来这件事很重要 往右移动一格 点回去我的list 一定要透过这边做超连结 移到100年 一定要做这件事 一定要将游标移到这个list 这个地方来去做超连结 如果说你直接点这个100年 到时候很抱歉 他没办法帮你再自动辨识 自动判断 101102 一定要点回去list 在这边做超连结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 这一格 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一格 然后建立超连结 这份文件中100年的位置 确定 就是当你今天你有运用到那个 不同工作表 或者是 你希望有不同限制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想到 一定要透过类似超连结这种概念 来去做切换控制 然后接下来打开超连结 开启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时候每一张工作表在开启的时候 是不是都应该往下移动 123 4 因为总结那一列我都不要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从新北市这边 选到这整个的最下面 所以 shift 键 按住 end 往下的方向键 end 键跟往下方向键 就可以让我选到从刚刚那一格开始 选到最下面 这时候shift 键还是不要放开 然后end 键 往右的方向键 然后这时候我才可以放开shift 键 然后呢 直接去点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点回来total2这一张 直接做贴上 那贴上我是不是要往左边移动 然后移到下面的下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按的是home这个按键 home这个按键 然后接下来 end 往下 现在已经到了现有资料的最下面了 可是我等一下贴 我不能从这一格开始贴啊 所以 再往下移动一格 然后点回来这个list工作表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要往下移动一格了 这样子我们整个操作的步骤 整个做完 可以吗 所以我要请你们先练习一下操作步骤而已 因为等一下我要整个直接录制 不希望你录制太多错误的动作进去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操作步骤 那我就先把我所有的资料先还原一下 例如说这一个没有做超连结 所以我先把它移除超连结 然后total2里面现有的资料啊 除了标题我留着 其他我全部都把它删掉 也就是这里开始 从第四列开始 全部都删除掉 然后将优标落在这个地方 用相对位置来录制聚集 很重要一件事 你要把位置都放在固定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在民国100年的工作表 优标应该是放在81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看一看 什么录制聚集 第一咯首先回到list 再一次确认几个重要的位置 因为以相对位置来录制 这个位置很重要 所以优标list一定要放在这一个地方 接下来呢 民国100年这张工作表 应该是落在A1 total2工作表应该是落在 来 我们民国100年我优标放在这边list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名称叫做 收集资料2 收集资料3好了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点了确定之后 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要先把这个100年复制起来 就游标所在的格子 直接复制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点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点选 total 从现在游标在A4这一格 往下选 选390格 选到390格之后呢 放开直接做常用底下的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方向键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 一定要点回去这个list 去做超连结 连结到这份文件中的100年 这一个工作表确定 然后接下来 开启超连结啰 开启这个超连结 我是用方向键来操作 所以往下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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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总计我不要嘛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选到最下面 所以Shift键按住 什么叫最下面就是 end 按键点一下 end这个按键点一下 跟 往下的方向键点一下 这样就选到整个最下面 再接下来呢 我要选到最右边嘛 所以end按键点一下 往右的方向键点一下 直接选择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接下来再点回去 total2 直接做贴上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新北市啊 往左边移动 或者是你点Home都可以 然后呢 end 往下 再往下一个 然后点回去我的List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方向键要往下移动 一个 这样子我就 整个的 录制聚集完成 好 请你们就是 现在动手练习吧 聚集啊 录制好 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程式嘛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刚刚我是用收集资料3 来做 我先把收集资料 3嘛 对不对 然后 来点一下编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的内容 至少我们先把注解先输入进去 所以 先把工具选项 把这个字呢 放大一点 也 方便 我们来去解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式码是不是还蛮多的 但是 这些程式码 你就回想一下 刚刚我做了哪些 在什么工作表底下做了什么 首先一刚开始我是不是先做复制 好 所以 先是做复制 复制完毕 复制储存格之后 我是不是去做什么 去切换工作表到total2 然后接下来选390格 从现有现在作业中的储存格 去选一个范围 去选一个范围 390格 这就是相对位置的表述法 然后去做贴上嘛 所以这边应该写什么 这边我们就直接写 那个 日期欄 日期 复制 就是日期欄的内容 日期欄 然后我们做好这个日期欄 收集 收集日期欄 这应该叫收集日期资料 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件事情 刚刚我贴上贴上完毕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 这是往右移动一格的意思 你看 在这个地方这是列 这是什么 蓝 蓝是直的 所以呢 01是不是 代表直的往右移动一格 所以就变成 从A1这边往右移动一格 所以这边应该叫做 右移一格 右移一格 右移一格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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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呢 切换工作表 到什么 到什么 到list 到list 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去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在做 超连结 用连结的方式 然后找到相对应的工作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做什么 这个地方应该叫做 超连结 超连结 到 到指定 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到了指定工作表 进行什么 复制 复制在哪里 应该是这一个吗 我这边是不是要先 这边我要做什么事情 选择超连结 对不对 这就是开启超连结 所以超连结我这边我就不写了 那开启完超连结之后 它是不是到那张工作表 到那张工作表做什么事情 选择超迹 选到我指定我要复制的范围 所以这边是选 复制范围 选好復制范围之后呢 去做什么事情 选好复制范围之后呢 切换工作表 这边又是做切换工作表 到total2 然后到 这个地方直接去进行贴上 有复制一定会有贴上 所以这边复制完这边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是不是到那个 下面一格 这边就开始 就是当我贴上完毕之后 这边只是安排说 我应该到左边一格 然后接下来到最下面 再接下来这一行呢 到再下一列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三个我就不写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再去做切换工作 所以这样我是不是大致上把这个所谓的注解都打好了 打好注解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 等一下我要问你一件事 哪些地方需要去做修改 哪些地方是需要修改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一边打好这个注解 这样了解这个程式码怎么钻解 不难了解这个输入完注解之后你了解了程式码 接下来因为懂了程式码 你就要去想哪些要改 哪些要改 因为真的要改的东西 就是例如说我到每一张工作表好像复制的内容都差不多都一样 可是我到哪几张工作表 那哪几张工作表 那就是要变动的 变动的我要改齐 对不对 下一步等一下我再教你如何改写 起立完先把注解打好 注解打好 再来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把刚刚这个超连结 我们就先移除掉 然后游标落在这个D12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COTAL2这边 我把原本所有刚刚已经做好的内容全部都删掉 因为我想重新再跑一次 因为真的有人把注解在打注解的时候 注解一定要打 好 打了注解之后 它程式就不能执行了 好 然后 这个100年要放回来A1 然后我们重来跑一次 开发人员聚集 这个收集资料3执行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样子是不是很愉快 只是等一下我们再改写 100年如何换成100年1年就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改我们的程式内容 因为这个程式码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只执行100年喔 所以呢这里面如果说有牵涉到100年我就必须要修改 例如说我现在游标是101年的时候 我的游标的内容 游标所在的那个内容是101年我是不是就要换一下 换一下 如果游标是102年是不是要换成102年 所以会随着我们游标所在的储存格的值变动而变动 它叫做ActiveSale.Value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这边要换 还有什么地方要换 请问Total2 收集资料的部分需要换吗 或需要换吗 那每一次是不是都做390格 如果假设100年是390格 就是行政就是县市 县市跟相市政区 全部加起来可能会产生变动 更好的写法是最好把这个390 变成那一蓝的最下面 只是现在刚好都是390 可是万一您拿到的资料不是390呢 例如说好了 当您今天收集20年的资料 我要告诉你这个390可能就会产生变动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也不动 还有什么地方会变动的 应该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100改掉 这是不是储存格的内容 所以改成什么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可是因为它是变数啊 它是变数 所以必须要怎么样 加前面 就直接先打2撇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然后接下来这个变数嘛 变数 后面又是一个文字串了 所以空一格 and 空一格 两撇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边是最容易卡住的关键 请问这个 100年是不是要直接换掉 就是换成作用中储存格的内容 您绝对不会选成是工作表名称嘛 是不是作用中的储存格跟工作表的名称 就这两个的选择 好 所以把这100年改成什么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改好了 我们来去执行看看 好 我关掉了 现在是不是101年 怎么做 是不是 开发人员 聚集 然后 收集资料 3 执行 做完了 真的做完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total2 有看到101年吗 而且是不是所有资料都收集好了 可以哦 因为这个是您必须要学会的 好 千万不要再做那个什么 至少 现在这样事情可以节省你 几分钟的时间 还有 不会做错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做一下 修改程式嘛 让它可以自动执行 好 那我们当然 呃 城市哦 希望从头到尾去执行一遍嘛 既然是从头到尾按一个按钮 我就执行完 做 资料搜集 所以 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城市的改写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在搜集资料3这边编辑一下 如何做到改写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哦 我们应该应该可以用一个应该可以用一种取代的方式 应该可以用一种就是说判断 判断说我现在这个格子啊 如果有或没有内容 就是判断我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它有内容我就执行 没有内容我不执行 例如说到这一个我就不执行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好 首先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写一个义符 那在哪里写这个义符呢 整个都必须要执行一遍嘛 所以直接从城市嘛 一刚开始的地方 所以就是 if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是不是空白 这边 我的一个逻辑想法就是说 如果 因为当我今天我在 希望它在做一个连续判断的时候 我那个逻辑思维跟你讲一下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学习是很重要 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韩式 用来用去怎么都还是只有在用一辅 好这个逻辑观念我要跟你来去思考 就是来去分享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我现在 我 游标是在 在 D14 D14这一格呢 要执行还是不要执行 我们 因为现在想要做一件事 做什么 连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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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说 102年做完 102年做完 资料收集 要继续做什么 继续做 103年的资料收集 好 我们现在为了要做这件事 对不对 那请问 既然要做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可以透过一个判断 就是说 因为现在 我游标是落在 102年 然后 他去收集102年的资料 游标落在103年 收集103年的资料 那如果游标落在空白呢 我就不要去做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会先刻意的把我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 游标 在 在 102年 收集 102年 资料 那 在 103年 收集103年 资料 好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可是 那如果是 在 空白呢 在空白就是 游标内容 在 游标在 没有内容的 所存格 在空白格呢 收集什么 没有资料 那其实这句话应该改写成就是什么 不收集资料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想到说 那这不是来去做一个 一辅判断就好了吗 这样子的一个 逻辑思维是变成很连贯的 所以呢 就用一个 一辅 那请问 一辅我要去判断 有资料跟没资料 这两件事了吗 请问你要判断是 有资料还是没有资料 所以呢 现在作用中的储存格的值 有资料 你要写有资料的判断 还是写没有资料的判断 应该是判断有资料吗 判断有资料就是 不等于空白咯 可以吗 请问那你一定会说 为什么不是写说 没有资料 为什么不是去判断 没有资料 你回去想一下 我们判断都是写 判断说里面有资料 有资料是这样子来写的 有资料它是这样来写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它不等于空白 那就是有资料嘛 就是有资料的时候 我去做什么什么 然后接下来做完 是不是end if 好 所以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 我真的觉得它是很重要一件事 而且 我觉得我现在先跟你讲 是一个中文的逻辑观念 如果直接也可以啦 就直接告诉你 就这样子写成什么就写完了嘛 可是你会不是因为理解很容易就忘记了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程式嘛 有了刚这个观念 我们就开始来去写说 判断说这一格是不是空白 因为不是空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做做什么呢 做这件事 那如果是空白 是不是就要在这边写一个end if 然后接下来 请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会希望说整个做完 这一格 例如说 现在游标在102格 现在游标在102 那102年的那一格 也就是 也就是 这一格 D14 所以我必须要在最后面 我加一个 因为D14做完 我还要做D15 D15做完还要做D16 所以在这边 我要呼叫 重新呼叫 这个资料搜集 资料搜集3 资料搜集3 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今天跑程式码 当我今天跑这个程式码 然后 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帮我重新再去呼叫 呼叫 这一个 呼叫这一个聚集 资料搜集3 然后再重新判断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来 执行看看 我刚刚所写的 所以 确认一下我的游标所在位置 然后接下来 聚集 收集资料3 执行 收集资料3 我打错字吗 各位 你们刚刚都不告诉我 我刚打错字了 是收集资料 不是资料搜集 好 请问应该是收集资料 还是资料搜集 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是写什么 收集资料 我们不是机器 机器会写什么 资料 的收集 不是吗 好 关掉 确定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我开始来去执行 收集资料3 执行 是不是就全部都做完了 来去看一下 偷偷2 帅吧 OK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把那个程式码做完 那我们当然应该还是要做一个按钮 我们先把这些内容 先全部都移除超联集 来做一个按钮 做在这边 所以怎么做这个按钮呢 开发人员 然后插入 插入这里面 第一个按钮 然后接下来 我要选择哪一个聚集来执行 收集资料3 确定 把它改成叫做什么 收集资料 好 把它改成一个收集资料 抽头2 抽头2 所有内容都先删掉 将这些内容全部都选到 然后删除 有不要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去执行看看 你看 点一下 做完了 收集资料 好 所以这我想应该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 蛮实用的一个 把很多张工作表 合并变成一张工作表的一个做法 那请自己来练习一下 制作按钮 制作收集资料的按钮 好